以大潮新四海 湘宜圣五湖为主题 温哥华当地时间12月5号到7号 第18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团长秘书长会议 在温哥华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全球的200多个朝团领袖 和成功朝级商人来到温哥华 参与一系列经贸文化交流和商业推广活动 出现了像饶宗瑜大师这样的一个国协大师 我记得我们在中国苏化家协会里边的肺炎 有百分之三四十都是处于超级的著名画家 我们在商界也有很多杰出的代表人物 像李嘉诚先生 我们泰国的谢国民先生 现在中国大陆的马化腾先生 从一个联谊的活动变成一些比较实际的对接交流 就是多交朋友 多看看 也希望可以带动一些年轻的人来参加 这是我希望看得到的 12月6号当晚 年会筹委会举行了隆重的晚宴 出席嘉宾包括国际朝团总会主席林少义 加拿大联邦长者事务国务部部长黄陈小平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飞 BC省国际贸易兼亚太战略和多元文化厅厅长曲杰斌 温哥华市长罗平信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马依利 广东省潮州市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徐和 广东省接阳市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黄耿成 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刘晓进 第十八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副主席陈绍荣 以及多位省市议员 而现任联邦长者事务国务部长黄陈小平 作为家国历史上 首位进入联邦内阁的潮州籍女性 特别到场致辞 并和刘飞总领事一起 向车委会五位名誉主席颁发证书 潮州人是很为做生意的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八月份 全球大会能够带来 不单单是我们加拿大的双鸡 也是为介绍其他国家他们的情况 明年我们BC省和广东是 友好省二十周年 和广州市温哥华市广州市是三十周年 那么我希望明年的潮人大会 世界潮人大会 为我们这个友城和友好省锦上添花 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成立于1981年 每两年举行一次 2015年8月 第18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将会首次在温哥华举行 而加拿大作为海外华人居居地之一 其中潮州人就超过20万 潮州移民在加拿大 政治 经济 多元文化等领域 都做出了不少贡献 届时 大会举办期间 除了文化 教育 旅游等交流 还将会举办大型的经贸活动 有这么多一个好的机会 全球的潮汕的做生意的人过来 我们这边跟我们这边的企业 加做交流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本届年会由加拿大潮商会领头 协同全家十个潮团 共同主办这次国际会议 有众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有全世界各潮州兄弟社团的大力协助 我们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继续认真而全力地开展各项工作 为明年第十八届国际潮团联会 顺利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 晚宴在悠扬的潮汕名曲 喊将花月夜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歌声中落下帷幕 在欢快的各舞带动下 来自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潮团代表们预祝 2015年8月 在温哥华召开的国际潮团联谊会 取得圆满成功